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面地建立 原来他们也很开心地 大家都在学习 互相学习 这两位中坚 自从他们夹多了 就已经拿了七张 Clean sheets 即是七次零失球 在九场比赛中 所以来说 他们已经建立得 比较 默契 在这个集份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同一时间 接受官网的访问 他们两个都很开心 大家两个合作得相当不错 亦都因为 已经有几多场赛事 他们两个一起出场 即是踢中坚 所以大家明白大家 绝对建立了很多 麦加亚就说 他说 我们两个一起踢是挺好的 我们今季来说 一起踢的情况之下 都相当表现不错 有时你需要 和另一位拍档配合的时候 真的需要多些时间 我现在正在学习他的比赛 他正在学习我的 我觉得 我们将来越来越好的将会 我们现在有很多Clean sheets 尤其是 相比起我们开季 我们现在就更加稳定 而且我们本身来说 都不是经常给别人很多机会 这个真的有少少保留 我加句 但是我们在死球方面 我们的确是比较差的 我们防守死球方面 是比较差的 但是也有几球 即是射入了我们的球 是真是世界球 又或者他就说 在禁区以外 我们被人射了几球 美好的软射 我们也有不少的比赛 迪基亚也不需要做太多的抛救 除了是联赛杯 第二回合那场对曼城 不过迪基亚也表现得相当出色 我们这个拍档 就开始建立 我觉得我们只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就会越来越 更加更多的Clean sheet 即是零失球 好像我们现在 也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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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Lindalov 加把口中了 他就说 很同意 因为和麦加尼一起踢 真的好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和他一起做拍档 是令到我觉得很安心的 我们肯定要赢更多的比赛 但是我也记得 如果我们一起出的比赛 我们好像就越踢越好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改善 也都帮到球队 拿到更多零失球 和更加好的成绩 那么 这个 访问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说 今季的球季 接下来 集训完之后 再重新开始的球季 究竟有多重要 他就说 现在我们在一个比较天气好的地方 绝对是一个bonus 即是一个额外的奖赏 尤其是我们在马斯斯特 天气真的没有那么好的 麦加亚就这么说 他说 可以一起 整队球一齐 一起做一些训练 一起去 整班球员 一起去 一起去 建立多些默契 这个绝对重要的 我们最近都踢了很多场球 其实我们也很少 有一个星期 我们不用比赛 他说 就算是足中杯 我们也要做重赛 所以 现在有一个星期 大家一起做训练 他就觉得非常之好 林德洛夫也说 我们这个星期 心理上可以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其实对于我们再充斥 是有点用的 再加上 天理好 就更加是好 他就说 我们现在 心态上 或者可以离开 一个这么紧密的 赛琪 一个星期 去做一些恢复的工作 以及再休息一休息 之前放假 我想他应该在说 无论是 身体上 或者是心理上 上星期都休息一休息 回来之后 就很好 好了 还有现在来到西班牙 Mabella 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去集分 我觉得其他球员 都应该是这样想 好了 以上就是他两个的访问 另外 官网有篇文 也说 我们一些经典的中坚组合 究竟他们有个 什么成功的因素 他们发现有一个因素 都是共通的 不过也告诉大家 究竟我们怎么看中坚组合 OK 那就是说了 那就是说了 他们就是说了 三 就是 有几个经典的中坚组合 包括就是布鲁士 和巴里斯达 年纪比较轻一点的球迷 可能真的未见过他们两个踢球 布鲁士就是 现在的 纽卡素 那个领队 就是我们当时的中坚 他的好搭档就是 派对仔 其实这对中坚 就对于我来说 最深刻印象 因为 我记得 当时我开始看球 就是他们做拍档的 当时我记得 保老师是队长 OK 好了 其实 和现在的情况 有些少相似 就是什么呢 当时巴里斯达 巴里斯达 从米道士保 1989年加盟了我们 这件事很重要的 因为 当时 应该是 破了转会费的记录 所以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购 但是 他来到的时候 布鲁士是受伤的 所以我们当时 输了几场比赛 其中一场最重要 当然就是五比一 输了给万诚 一场打比 但是 后来 当他们两个 慢慢一起 踢多了 以及变成了 必然正选之后 情况就改善了 完全改变了 他们的上阵记录 在90至91这个球季 两个上阵记录 都有50场 191992年 他们两个 差不多 全部的比赛 都有上阵 还有1992年 大家都记得 那一年 我们是26年之后 再一次得到 联赛冠军 在93、94年 那一届 他们甚至乎 有61场 一起上阵 正选的状态 布鲁士 还多一场 不过那一场 他就后备入堤 再一年之后 巴里斯达 有58场 而布鲁士 有48场 以上所说 全部都是正选上阵 所以你看到 两个中坚 的拍档 都是上阵很多 换句话来说 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大家 站在大家旁边 所以默契 和这些关系 是这样 在球场上 高建立出来 才会令到 这个拍档 越来越出色的 另外一阵中坚 就是 很多球迷都知道 我猜 就是李奥辉特兰 和韦迪 这两位中坚 我想大家都一定 会认识他们 他们 这两个拍档 都是需要一些时间 才发展得很好 韦迪 在Serbia 来到2005至2006 球季 是冬季 当时来说 去到2008年 我们欧联冠冠军 李奥辉特兰 当年 51 上阵 而韦迪 45 那年 韦迪 上阵 55 而韦迪 43 那 其实 他们 更加多的时间 在球场上高 作赛 以及最重要的是 他们同一时间 在球场上高 作赛 真的令到 他们的拍档 和他们的比赛 或者他们的表现 是越来越好 现在来说 麦加亚和联斗洛夫 可能一起踢球的次数 或者一分钟 就不太多 麦加亚 就有点像当时的巴里斯达 因为来到 是一个很大的转会会 巴里斯达 刚才也说 由于布鲁士 初初受伤 初初的表现 不是那么理想 受到很多批评 OK 但是呢 后来 他养阵多了 以及当 和布鲁士 建立了默契 就越来越好 麦加亚 就比他好 因为他的表现 都比较稳定 以及 因缘滞誉之下 他来了半季 就已经接手了 杨格 的队长 鼻章 因为杨格 去了国际米兰 大家都知道 所以 究竟 我们都记得 我记得 布鲁士当时 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球员 幸好他找到 巴里斯达 另外 李奥菲迪南 和 韦迪 当然 更加多朋友 对他们有印象 因为比较近期 他们也是 一个很好的 拍档 那么 苏斯一查 带领之下 麦加亚 和联德洛夫 都是比较多 机会 一起上阵 跟上一季 有点不同 因为上一季 中坚 这边就换得很厉害 OK 今季 他们两个上阵 包括 麦加亚34 联德洛夫 30 麦加亚 基本上 英超 没有缺席 最重要的那一场 他没有上阵 就是 联赛杯的四强 第一回合 对曼城 因为当时受伤 大家记得 结果我们就输了 3比1 联德洛夫 亦有一场没有踢 而我们输给 Bernie 2比0 但是他们两个 一起踢的时候 我们总共 七场球里面 有六场 就 拿到零失球 这个clean sheet 刚刚那一场 就是狼队那一场 但是最好最惨 结果是0比0 但是防守来说 起码没有失球 如果再看远小时 其实他们总共有九场 一起上阵 就有七张clean sheet 即是7次零失球 虽然 虽然 有时 苏赛杯会放在三中坚的阵式 但是 始终麦加亚和联德洛夫 这个合拍 或者这个拍档 都是在防守里面 非常重要的 这个叫冬季 就是休假 winter break 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更加多的比赛 去踢 那儘管看看 我们这对中坚的组合 会不会越踢越好 建立得越来越好 的时候 我们的成绩 亦都因此 可以突飞晚进 即管看看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收睇 拜拜